在机械生产线高速运转的工厂里 张冠达时常都要这样巡视每个车间 作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 月丰电子有线公司的总经理特别助理 他相当于是被这家公司的台湾总部派到广州来 作为广州工厂的厂长 这位厂长已经在大陆工作了15个年头 客户要求的尺寸是达μ级的尺寸 那μ级就是一根头发大概60μ到80μ 但是我们管控的范围却是5μ到10μ之间 所以我们管控的范围比头发细 必须要用高倍速的显微镜 才能够辅助人员去做辨识 这家台资高星技术企业2004年在广州建厂 产品主要应用于车用以及3C类电子产品 供应给全世界众多高端电子厂商 年产值达2亿元人民币 那这个部分是 这一方面是我们蛮自豪的 就是做了这个产品 算是全世界第一第二名的产品 出口的也都是国际大厂 全世界都有 德国的日本的美国的 那国内市场现在目前越来越大 也从三年前可能只占10% 20% 今年也成长到超过50% 张冠达介绍 疫情发生以来 公司受到的影响很大 全球海运不畅 原材料涨价 人力和运费成本上升 虽然全球客户出于备货考虑 工厂订单增多了 但利润下降 经营压力也更大了 但这位厂长表示 祖国大陆政治稳定 投资环境优越 而且政策扶持也到位 政府去年对公司在 五险一金税费方面的减免金额 就超过1000多万元人民币 这也对公司在去年平稳过度 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 但总部也已经决定 将广州的工厂继续升级 我们公司加码投资3000万 扩产 然后买机台买设备 准备预计就是下半年度 六月要投入了 回想起初到大陆设厂的年代 建政公司二十多年发展的 财务主管胡宗志 也颇有感触 九八年刚进来的时候呢 走在马路上 那个是满天 都是很多台都是迷糊路 可是那个是二十三年前的事情 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马路是还是坑洞洞洞的 可是这些年来 马路的那个优化的那个情况 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 我简述一句话就好了 早期来的时候 确实硬体设施都不是很足 然后台商过来投资 也很担心这边的一些安全性 但是随着我们这一二十年来的进步 现在的台商过来投资 已经跟在台湾投资 没什么不一样 现在公司里除了两位前辈 也有不少台湾青年一代加入 而且有不少都在大陆成家了 这其中也许是厂长 起了不小的带头作用 他本人就是个大陆女婿 那我个人认为两岸都是一家人 我自己的老婆也是广西的 我是广西的女婿 小朋友也是落户在桂林 现在我们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也愿意过来 包括几个博士 他们可能刚毕业就过来这边 而且这些小年轻 都娶当地的媳妇多 很多二十多岁 娶的是真诚的媳妇 这样的就有三四对了 谈到两岸的交流与发展 张冠达表示 给两岸人民交流的最好氛围 他认为是无感 他打了个比方 就好像他现在住的小区 一开始大家会好奇 他台湾人的身份 小卖部老板都因此给他打折 但现在邻居们都习惯了 都不把他当台湾人 这样的无感反而让他更自在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不要把台湾人当台湾人 你就把台湾人当中国人 该有的福利就是比照国人就好了 如果说大家都一样 都一样的证件 没有分什么台湾人或什么人 或许两边生活起来就更快速了 更无感了 我相信台湾很多企业家 很多小老板们 他会愿意过来这边加码投资 因为你这边投资环境确实 已经比台湾好很多 水电人工的部分 其实这里的素质已经不输给台湾的环境了 甚至比东南亚都好很多 看起来两岸如果越来越开明 越来越和善 我相信有助于未来两边的交流 我是蛮看好的